我就是想问问金老师 这个佳美可不可以取代小夏参加这次的活动 张总 等一下 是怎么可以呢 是 他现在是一个新人 怎么也得是这个一线演员 是 是一个当红的人 才合适 虽然那个佳美 他的知名度没有小夏高 但是他的身材跟小夏差不多 我就是想啊让你损失少一点 还让我损失少一点 我跟你讲这还不是怪你呢 是是是 明星 什么是明星 您是最清楚的 怎么这么轻易的可以就让他受伤了呢 你呀就别麻烦我了 别再麻烦我了老兄 我失陪了啊 不不不 这这这活动马上要开始了 找佳美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金老师你听我说 金老师 张总 哎 佳美啊你也看到了 我不是没有推荐你了吗 但人家 人家要的是星星呀 星星 星星 哎 妈 嗯 有事啊 我想跟你谈一谈代言人的事情 代言人 不是已经定小夏了吗 现在经纪公司那边 合同上的几项条款的沟通上有个问题 还有小夏的档期安排 也不大能够配合到我们的宣传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如换个人选吧 非小夏莫属 相信妈妈的眼光 有什么问题可以协商解决啊 有了小夏的形象代言 对我们集团的品牌 那就是一个保障 小夏的意思啊 她一直觉得 她商业性质的活动代言太多了 她是想做个好演员 踏踏实实演几部好戏 她不想做那些被包装出来的明星 可以理解 不过 燕姐啊 你应该清楚 这个项目对我们而言 只能赢不能输 所以 为了集团的利益 我希望你找小夏再好好谈一谈 我想 她会给你这个面子的 那我再试试吧 妈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不能工作 不能去当那个乐国自新 但你也不能跑出来跑步吧 那万一你这个中心不稳 跌倒磕到下巴 再下巴也肿起来 那就真的糊了 乌鸦嘴 喂 我难道是囚犯吗 我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不能出来偷偷气啊 关心你啊 我去 喂 你帮我拉下裤子 好 那你拉就拉 快点 算了吧 我 网上啦 哦 没讲清楚 不好意思 行人行人 水 冩膜 好 毛巾 跑一下吗 去 旁边跑步去 我也要跑 对 两个小时 好 好 帮你看看 对 我喜欢那个款 行啊 紫荆 紫荆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老公 我是答应过你不再找他 可是他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 可别怪我不听你的话啊 咱们紫荆 你先走 你先走 走什么 你这是干吗 他让你差点做不成男人 打他一辈子算亲的 行了 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 行了 赶紧走 别给我签麻烦 我过一下啊 发什么急啊 等一会儿再走嘛 你谁啊你 待会儿你的时候是谁了 紫荆 过来 打回去 兄弟 干吗啊兄弟 哥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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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什么打我 你们还真打呀 老公 他打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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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行了 你不是也打他了吗 行了 哭够了没有啊 傻女人挖坑聪明女人挖井 但是我告诉你 挖井不是让你跳的 你想做什么 深挖井广极梁 女人的手里有很多的兵器 用来厮杀就会流血 用来挖井 就会流出肝泉 我想说的是 你不要还站在她许诺的那一天了 女人常常会因为自己对情感的坚持 把自己想得有点高尚 这个时代 秦湘连式的艺术化构思 往往会陷入住英台式的情感诉求中 自我完善 然后再转化成孟江女士的惊天一哭 就以为自己站在真理这一边了 不是这样的 左小天 你这些文作作乱七八糟的东西 从哪里学来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为了让你制止死地而后生 彻底治好你内伤 你这个时候还来挖口吧 我 不是 子静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听我说吗 我 我喜欢你 我说认真的 我喜欢你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从一见钟情到相思成灾 就是我现在对你的心情 我知道 在这个时候 在你最脆弱的时候 我跟你表白是很不合适的 而且很自私的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 我什么都没有 没钱没地位 我配不上你 但是我有一颗炙热的心 有一颗 爱你的心 你不是什么物质女郎 你要的只是一份真正的爱情 对不对 今天 谢谢你陪我 我先走了 公主遇上书生 是奇遇 夫人爱上诗人是奇情 仙女看上牛郎是奇缘 你这朵鲜花插在我这大份上 插在我这大份上 插在我这大份上虽然很奇怪 但是鲜花也需要养分的嘛 你真的喜欢我 真的啊 在小夏家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你了 那 我可警告你哦 我身上有无数缺点 要是万一有一天你发现我的缺点 会像那个人一样对我 不会 绝对不会 我相信爱情 但不一定预约美满 只要你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我把所有的主动权都给你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立马终止 绝不纠缠 我说过嘛 相信爱情 不预约美满 干嘛 看看你身上是不是带着剧本啊 什么可能 那你怎么说这么多 没有啊 你说这么多怎么还在学来呢 我不要 我自己猜死敏捷 等会等会等会 这什么啊 放手了这不是这不是我跟你说 这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我说你 这是卖卖单子 跑了跑了 金老师 金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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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金千牛 小夏的助理 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 我在想还有没有任何可能 继续让小夏担任乐活之心的带领人 当然不可能 我已经很麻烦了 顾满飞那边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现在在跟我谈条件 气死我了 我要不是时间紧的话 怎么可能去求他 你瞧他 开始吧 金老师 我要想到一个办法 我要想到一个办法 如果让小夏带着石膏上台走秀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 蓝莫 把我电脑的图纸拿来 那个电脑坏了还没有修好 小冰呢 出去了没有回来 金老师 你电脑坏了 电脑是我强项 游戏是我的生命 你助理不在 我来帮你修吧 在哪里 带我去 在这边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图片找不到 对 还有些资料文件打不开呢 哪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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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用挪着 金老师 你 妳的水 谢谢 金老师 첬祸屋拉得真好听 是嗎 天牛 非常感謝你 秦老師你太客氣沒事 反正我也沒事 天牛 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是台灣人 在日本念書 然後現在來到上海工作 你喜歡上海嗎 上海是個好地方 上海的人 對我挺好的 上海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金老師 實在不好意思 李女士說什麼都不肯收下這些東西 金老師這些東西 小冰姐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金老師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是不知道 我們金老師這次回上海 另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要找回曾經的當愛 可是對方連面都會見 謝謝 謝謝 走好啊 再來啊 老闆 先生您好 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我想麻煩老闆你幫我改一下這條褲子 改短嗎 對 好 先生我給你量一下 對好 你看這樣行嗎 嗯 可以 老闆這家店就你一個人啊 我是小本經營 再請一個人啊 費用很大的 一個人顧這麼大一家店啊 太辛苦了吧 你家人不幫忙 那你老公一定很心疼哦 我 五年前我就離婚了 我是一個人 挺好的 大姐 其實我來是代替金老師 來把這封信交給你 不好意思喔 我怕一進來就跟你講這事 會把我轟出去 我不要 我不要 拜託妳就讓金老師給妳坐下來見一個面 好好談一下 說不定 妳會改變心意啊 我不要 大姐 金老師對妳是一片真情耶 謝謝 那好吧 金老師說 如果妳不要這個信的話 就讓我隨便找一個垃圾桶馬給丟了 剛好好奇的一篇寫些什麼 不然我拆開來看一下好了 我猜一定是金老師寫給妳的肉麻情書 我應該好好研讀一下蝦雪 大姐 妳這 妳這次收下了吧 妳走吧 我最信 還給她 其實我跟金老師並不是很熟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妳們的故事 不知道妳們兩個到底在顧忌什麼 我有一個問題我真的不明白 妳們兩個都是單身 都深愛著對方 妳為什麼不接受她呢 妳要請問一下全世界有幾個男人 可以等妳等十五年了 我們是不可能的 人生有幾個十五年了 妳們已經錯過一次 那還不趕緊好好珍惜現在這個機會嗎 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更不想讓她 為了我 失去自己的幸福 我覺得金老師的幸福就是妳 她跟我講 她很後悔當年選擇去日本 而放棄妳們的愛情 而最重要的是 這十五年來她最深愛的就是妳 從來都沒有變過 大姐 既然妳已經離了婚 而金老師現在也是單身 妳為什麼要在乎那些無聊的社會輿論 而選擇刻意逃避呢 請妳轉告她 趕快找個對象結婚吧 別為了我苦了她自己 妳走吧 好 大姐 大姐 那這信還給她 金老師這幾天忙著熱活週的彩排 她要我一定要轉告妳 她會一直等妳 哪怕她這一輩子不結婚 她也會一直等妳 那這個信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就把她丟了吧 如果你回心轉意的話 裡面有她的地址 對不起 打擾了 不知道在高興什麼 妳的笑容 有時候也寧可 當作妳在為我加油 加油 知道在荒想什麼 只告訴自己 I believe 一定會有結果 在很久以後 留在妳身邊的 往前 appreciation 什麼樣呢 criticized 是我 小夏 回来了 好 您回来了 你在家 千牛君 您辛苦了 还好啊 千牛君 您累了吧 还可以 千牛君 那您看 是先洗澡 还是先吃饭呢 应该先洗个澡再吃饭 比较舒服 对 那我帮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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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既然你不想洗澡 那就先喝杯东西吧 来 口渴了吧 那您 就先喝杯饮料吧 我自己来就好 你手都还没有好呢 不是 我今天一整天还没休息 不好意思 我那么晚才回来 没关系 爸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 我忘了告诉您 那个是我今天特别为你调制的饮料 里面有 胡椒 花椒 辣椒 牙膏 洗洁 筋洁 测磷 等等一切你可以想象到的东西 惊喜吗 你 你好饿不饿 你 你 你下肚给我喝 你只要你这么晚回家 你知不知道我饿了一天了 肚子到现在还在叫呢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家 你良心过得去吧你 你可不可以负起一个男人应付的责任 好 我 我 我这就去剁饭给你吃 完了 怎么你敢吃 你说什么 各位观众 排骨汤 不错吧 看起来清汤寡水 肯定没什么味道 你还没有喝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喝 很好喝的 别逞 我不想喝 我不想喝汤 好 知道了 你是担心我有下毒对吧 怎么 想报复啊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喝一口给你看 喝喝喝喝 太好喝了 你看你看 你 开玩笑的了 我没那么无聊 喝一点吧 无聊 对不起啦 我知道我今天让你饿肚子饿那么久 但你还是要吃得有营养的东西啊 医生说呢 排骨汤呢 对你的骨头愈合特别有帮助 所以我就做了排骨汤给你喝 来 来 怎么样 好喝吧 你帮吧 不会吧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祖传秘方哎 来 再来 来 小心烫 好 师傅 要知道 要知道 根据雷达侦策 来 小心烫 来 小心烫 雅雅 我换你 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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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啊 你买着什么火轮管啊 好酸啊 好 Lydia 他简皮打成容易啊 不要被人打了 对 fet 对 其实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新概念的营销方式 我觉得跟我们的游戏 可以相结合 那你看看我这个吧 好 你的效率好高啊 今天我说的东西 你都总结出来了 老板工作那么认真 我要是再不努力 可就说不过去了 对了 这两天有跟小夏联系吗 你说到小夏 我完全都给忘了 这两天太忙了 你呀不要只想着工作 女朋友是需要人关心的 是是是 喂小夏 这两天真是太忙了 没有给你打电话 你不会生气吧 你多吃点水果 你想吃什么的话 就可以跟我讲 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不早了 好 明天给你打电话 拜拜 怎么样 小夏没生气吧 没有 真是幸亏你提醒我 来 你再来研究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结尾可以改一下 其他都很不错 这一块呢 小钱啊 知道殷杰在哪里吗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再见 大明星 在哪里啊 嗯 好了 电影还有十分钟的可以进场 嗯 怎么今天想起带我来看电影了 你不是很忙吗 我想要多陪陪你啊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 心情肯定不会很好 而且你不是说你会想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吗 可是现在我的时候这个样子 如果被别人看到跟你在一起 可能会对你的影响不好 我还怕对你有影响 毕竟我们俩在一起 是我们俩人自己的时间 我不想被别人说三道四的 哦 好了 不早了 我们进场吧 走吧 怎么样 谢谢你啊 苏董事长 白忙之中 你还惦记着我左某的嗜好 你看 这个古董小婉 那世上所剩无几了 我不知道找了多少次多少次 就是找不到 你呀 神通广大 爸 爸 苏阿姨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汪洋 怎么样 汪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爸 这位是苏阿姨 男朋友 没听你提过 爸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帮你找一个体面的女婿吗 你看汪洋怎么样 苏阿姨 你觉得汪洋怎么样 是吗 雪青 别闹了 伯父 您别误会 我跟雪青只是好朋友 并不是什么男女朋友 好了 一点都不好玩 汪洋我跟你说 我爸思想可封建了 他一直想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公 伯父 我跟雪青在美国的时候是邻居 爸 他是我美国时候的同学 是我的铁哥们儿 行了吧 雪青 我可是跟你说过的 不是爸爸在逼你 你可是我左清泉的女儿 多少人在看着我 未来左师集团的女婿啊 你 美云 你说说看 是啊 左董事长说得一点都没错 不过孩子们的事情 还是让孩子们 他们自己拿主意比较好 雪青啊 但是以后做事啊 干什么的 也要考虑下大人们的感受 我知道了 苏阿姨 还是您好 对了 你是小汪吧 小汪在美国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 对了 苏阿姨 汪洋呢 刚回国 他还在找工作呢 汪洋在美国可厉害了 他曾经在美国的那个 一个大公司 叫 叫什么 SK 网游公司 对对对 就是SK网游公司 担任 高级技术专员 对 就是担任高级技术专员 苏阿姨 你不是要进居网游行业吗 像这样的人才啊 你可一定要吸纳 苏阿姨 我在美国学的是 软件编程开发 我觉得中国的网络游戏 做得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所以我就回国来发展了 好孩子 幼稚不在年高 好啊 雪青啊 你看看同样的年龄 这个朋友可以交 你得向人家学习 爸 你没看还有苏阿姨和汪洋在吗 这话留着回家在说吗 不说了 不说了 小汪啊 找个时间我们约一下 到我们时代集团来 我们好好聊聊 苏阿姨 您太客气了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汪洋 那你可一定要请我吃饭啊 你看你一回来 我就帮你找了工作了 对吧 这 这鬼丫头又来了吧 这 什么 当期有问题 他有没有搞错呀 之前他们不是已经说好的吗 他们之前已经说时间上没有问题的 那算了 算了 还是让人家去挣钱去吧 金老师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待会儿再收吧 走走 晋老师 那个衣服都准备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 晋老师 是不是 曼菲小姐那边出了什么事啊 倩妞啊 没想到做一次活动 这么复杂 是 金老师先不要生气 我们来一起想办法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真的非常地感谢你 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 没有了 我知道 你已经去过李月娥那 不管他 看没看到这封信 我都非常地感谢你 我听了你们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 最后没办法在一起 真的很可惜 而且加上小夏这一次 让你这么头大 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千鸟 你停一下 你上次提到 让小夏戴拳击手套上台 不然我们试一下 金老师他真的愿意我 继续做乐活之星啊 对啊 真的 他说他想到办法 解决了 哦 作业会跟金老师没问题 我无随会啊 你怎么看起来没什么反应啊 你不开心哦 我开心呢 可是要有什么反应啊 张总说能够继续担任 乐活之星 表示现在是最有人气的明星 你也失去这次机会 不是很可惜吗 张总听到你又可以继续担任 不知道有多开心啊 公司有你还有佳美 可以一起表演 公司整个数钞票赚大钱啦 哦 原来你说服金老师 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公司 让公司不要有什么损失 你可真是一个好员工啊 我做这么多 都是为了你好不好 什么 你为了我 当然是为了你 不然为了谁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处处都在替我着想 那你到底 打算什么时候向我表白 说喜欢我呢 什么东西 怎么又扯到这里来了 我怎么都说我喜欢你了 你分明就是喜欢我嘛 你处处都在替我着想 帮助我 保护我 照顾我 我真的好感动 好感动 你是不是在演戏 没有 不要骗我 没有 我做这些工作 都是我分内的工作而已 我只把工作做好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既然你对我这么好 我决定 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奖励 嗯 洗头 当然不是洗头了 是 一个吻 这个 这个 我这个 没有 没有恋爱的经验 一次也没有 所以我怕这方面 这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啊 要有什么经验啊 这在欧洲 朋友跟朋友之间见面 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真的 当然了 哎 要知道 吻我也是你的工作项目之一 我数三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一 一 二 三 你又骗我 你又骗我 那 拿去 这是今天对你最大的奖励 把它吃光哦 等一下上楼来再给你个奖励 给我洗头 今天你又一只蠢 你又被他骗了 一次又一次 一次再一次 一只蠢 对不起啊 来晚了 怎么回事 限时折扣还有二十分钟 路上摔车嘛 逗你的啊 我朋友已经站好一顿了 快快快 下面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彩虹岛网游开发项目 正式进入倒计时一百天 彩虹岛 从开发到今天的成绩 多亏了在座的每一位成员 在这里 首先谢谢大家 好 希望 在最后的一百天当中 大家能够更加齐心合力地 配合马总 更好更完美地完成这次项目 好 谢谢 殷姐 好好干啊 放心吧 妈 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时代集团 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加油 马总 恭喜你 小雪 真是太好了 要不这样吧 晚上约上一帮人 我们吃饭庆祝一下吧 对了 还要叫上小夏 小夏要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一定开心死了 我现在就告诉她 喂 小夏 在干吗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小慧 谢谢你今天过来帮我 小小姐 你可真漂亮 你见我一次就夸一次 好了好了 谢谢了 不过我觉得 你这条项链好像不太合适 不然换一条吧 不搭吗 和你的衣服好像有点不太搭 帮我试下那一条吧 好 真的太棒了 没想到 这么晚了 只有你的气质 才能完美地展现 我们这次健康时尚的理念 太完美了 谢谢 谢谢 喂 你鼓掌 小夏 接下来我们以热情饱满的情绪 再接着展示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好的 好的 金老师 你今天又没有空 不如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哎呦 实在抱歉 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 对不起啊 小夏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好吗 好的好的 准备 加油加油 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小夏 嗯 不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 呃 不好意思啊 佳梅 我因为刚才排练有点累 所以 啊 不如下次我请你吃好不好 好啊 嗯 小天 我们走了 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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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你怎么来了 我 今晚资料我拿资料给家里看 他人嘞 那边谈事儿 林秘书 嗯 林秘书 不知道上次谈的合作案件怎么样了 不好意思 沈小姐 我想我们下回合作吧 我了解 哎 别要看他 哎 佳梅 嗯 我特地拿那个金老师叫我给你看的活动资料给你 嗯 给小天就行了 哦 哦 好 爸 怎么了 好 我马上过去 小天 开车 好 啊 我也要去 爸 就这么多了 再多我真的没有了 就四千块啊 你都把钱花去哪里了 我要把这店里那个橱窗玻璃给人打碎了 爸 你是个大明星会没有钱的啊 啊 你就愿意看你爸被人家给弄到警 警察局去啊 爸 每张每天乘货 我即使看银行也不够你花 不可以啊 这啥 这钱不行啊 行行行行 这是我们下个月的房子啊爸 你别骗我了爷 爸 我跟你说啊 你每月就给我这么一点钱 我让你这么办干什么呀 我 你赚钱给你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不是 我没办法下去帮忙啊 不好啊 家伙事 爸 不要再喝酒了 不要赌博 行了 我每个月就要这么点钱 你都这个样子 你就是不孝 你别别说 我得上你 爸